大家好,欢迎回来 上个星期和大家一起跳舞的时候发现大家有两个地方不是特别清楚 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靠步的时候到底是左脚还是右脚 临到了靠的那一下的时候就犹犹豫豫 不知道是左脚还是右脚 然后经常就不对了错了 这是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做靠步的时候 这个手和脚是哪个手和哪个脚 伸哪个手伸哪个脚 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也是比较不太清楚的时候 也是犹犹豫豫的不是很清楚 那么我们今天就着重把这两个问题把它解决了 首先我们解决脚底下的问题 脚底下我们用三步一靠来举例子 因为这个三步一靠是一个基本的但是相对有一点复杂的这么一个五步 所以把这个三步一靠解决了 其他的就都容易了 那就是往往三步一靠往上一点呢 那可能就是带来什么转呢 有点复杂了 那么往下了一点呢 你就可是一步啊两步啊两个靠啊 或者是点一下呀 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三步一靠是基础 但是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基础 好 我们说三步一靠 首先我们理解三步一靠这个名字啊 三步一靠那就是说什么走三步靠一次 那一共是四排 所以我们记住了是三步 那么什么是一步呢 重心移动一次就叫一步 重心移动一次就叫一步 那么我在原地不动 我移动了三次 这也叫三步啊 所以我们三步一靠 是在第四排上靠 那么我们走的时候是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看啊 是一步 两步 三步 重心在这 第四排 我只能抬这个脚 靠这一步 所以我们走的时候是右脚 比如说往右边走 右脚 左脚 右脚 重心在这 三步走完了 我靠哪步呢 我只能靠这个左脚 是不是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想 我到底应该是哪一步啊 有的同学是走一步 走一步 走一步 然后他又回来了 马上回来了 他就错了 他是多走了一步 所以一定要记住 就三次的重心移动 往前走也一样 我们如果要往前走 那么 一步 两步 三步已经踩上去了 不能再比重心了 那你就是靠这个脚 你抬起来 能哪个脚能抬起来 你就靠哪个脚 如果你那个脚抬不起来 你要落下去 你去换 你就错了 所以我们这样理解 三步 一靠 走三步 第四胎上 靠步 两个脚是轮着走的 左脚走完 左右脚 左脚走完 左右脚 那么因为他重心只有三次 所以在走第二句的时候 是反的 就是左脚 右脚 左脚 右脚 右脚是虚的 因为只有三步 所以走右脚 就变成了右脚 左脚 右脚 左脚 八拍 其实走了六步 也就是说四拍 我们只走了三步 所以这样把这个三步一靠 到底是靠哪个脚 你就记住了 不会再混了 我们第二个问题 手 手 我们 大家都知道 我们藏族有一个特点 叫做一顺边 就是说同手同脚 那么我们出左手 出左脚 出左手 有的时候就觉得 我明明是出了 可是为什么不对呢 为什么不对呢 因为我们身体的方向没对 我们把这个出一顺边的这个出左手出左脚 我们稍微给他改一下 我们同手同脚 我们给他改成同胯同肩 同胯同肩以后 你就不会错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三步一靠的这个动作 我们往 比如往左面走 同胯同肩 用肩膀带方向 同胯同肩往左肩左胯 然后脉右脚 脉右脚 肩也要过去 低了起来 右手右脚 同胯 同肩 同胯同肩 我们这样想这个问题 那你就会不会错了 我们比如说我们往前走 我们往斜方向走 同胯同肩 左肩 左胯 我这个方向没变 我肩膀没变 我身子没转 我肩膀没变 我往前走的时候 同胯同肩 肩膀带方向 左肩 左手带方向 往后走 右肩 往后带 右肩 往后带 右肩 往后带 往后带方向 所以你这样的话 做同胯 同肩的话 你就不会混 你的手 因为你的手跟着你的肩走 所以你的肩过去了 你的手自然就过去了 那你就手臂的方向和脚的配合 你就不会错了 这个我们可以在这个一步啊 三步一靠里面呢 去练一下 去体会 如果你要是不转身的 那么你不转身的 那我还是这个方向 你看我的左手 左肩 还是带着这个方向 还是往那边走 如果我转身了 那么我就转身了 我这个肩膀 右肩带过来了 那么我们还是往左走 我左肩就转过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 同胯同肩 在这里的时候就特别有用 我们如果再跳的时候 你就按着同胯同肩来想这个问题 时间长了 你就会错了 然后你这个同胯同肩的 上去以后 你这个动作就圆了 然后你就会特别流畅 你有了这一个绕的这个过程 你的节奏也就特别稳定 特别准确了 今天的这两个小经验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来更进一步的认识 三步一靠的这个动作 我们下次呢 和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带三步一靠的这样的藏族舞 是怎么跳的 非常有意思 不论是哪个级别的舞蹈 不论是什么样的人 都会有三步一靠 在藏族舞里面出现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